比如說我們一起出門 出門大家可能女兒 我要兩個女兒 我要幫忙他們打理他們 頭髮 然後可能東西 然後老公可能就是在旁邊 他自己準備好就好 那媽媽很常會忘記自己的東西 比如最後我自己的東西 我手接... 然後就... 他們就會說 媽媽 你的腦子... 然後老公就也開始會說 你的腦子 然後小孩也會就學著 這樣就是被說兩光這樣 比如說我可能去 就親脈手寒 我們訂個星宇的航空 然後就想說應該很開心 結果在... 因為平常很常帶他們出去 就不太可能會發生 這一次的事件 突然就是明明就看了 那個登機門 明明就... 對啊 一直記在D... 是D2... 但是結果後來 到人的登機口 沒有人 然後那個登機的人說 飛機已經飛走了 我說沒有吧 不會吧 先問咪咪 常常寫點人叫做Paul 他竟然敢說 你沒有帶腦子 比如說我們一起出門 那出門大家可能 女兒 我要... 兩個女兒嘛 我要幫忙他們打理他們 頭髮 然後書 然後可能東西 然後老公可能就是在旁邊 他自己準備好就好 那媽媽很常會忘記自己的東西 比如最後我自己的東西 我手接... 然後結果他們就會說 媽媽 你的腦子啊 你的腦子啊 然後老公就也開始會說 你的腦子 然後小孩也會就學著 這樣就是被說兩光這樣 比如說我可能去 就親賣手寒 我們訂個星宇的航空 然後就想說應該很開心 結果在... 因為平常很常帶他們出去 就不太可能會發生 這一次的事件 突然就是明明就看了那個登機門 明明就... 對啊 一直記在D... 是D...D2... 但是結果後來 到了那個登機口 沒有人 然後那個登機的人說 飛機已經飛走了 我說沒有吧 不會吧 他說你的航班是哪一個 我說去清賣... 他說沒有耶 小姐是C10... 你現在在D2 真的太...就是有點遠 他說你趕快去這一班飛走的 還好是泰國曼谷 張常我真的是心一慌 完蛋了 拉著一人抱一個 然後往前衝 一直衝... 衝到很遠的一個登機口 然後還好路上 剛好有機場的那個服務員 他就直接開了車 在我們就是... 就是直達那個GAP 然後我就好緊張... 真的是差點登不了機 就是因為我的記性 記錯了 對 但是明明有話要說 漏洞漏溪 旺洞旺溪 其實是有原因的 是真的有原因 因為我老公其實很常 就是因為比如說 可能天氣很好 然後他就說 現在就是我們等一下去野餐 因為他是那種很行動派 就覺得要把握當下 那個OK... 我們全家也跟著做 可是老公一個孔令一遍 我們全部要一起動作 你懂嗎 那他就在旁邊 就OK 好 趕快去準備... 然後指揮這樣 可是我就會覺得 媽媽要準備 比如說要去野餐 野餐是不是要準備什麼 野餐店 防溫液 然後帳篷 然後小朋友的用具 然後什麼很多 還要準備餐點 然後什麼好多 我這樣隨便列一列 就已經也十幾下 可是老公只要準備好 他本人就好了 其實會真的 選我動作慢 可是其實我真的還好 對 他們會覺得全部人 都在等媽媽 可是其實媽媽都是 那有什麼動作比較慢 最後一個 我動作其實很快 因為我老公其實不需要打理自己 因為你知道 頭髮也不需要 然後穿衣服也百年 對 百年就是那一個 頭髮真的是快很多 洗澡三分鐘戰鬥早 對 然後你說 他突然說 我要今天晚餐 我說你要吃什麼 我好餓 他說他好餓 我說那最快速的 那五分鐘我就 直接一個那個芥蘭炒牛肉 然後什麼青子凍 五分鐘馬上就是熱騰騰上桌 我哪裡動作慢了 很厲害 對 而且他嫌妳很膽小 妳認同嗎 其實我不認同 因為其實有小孩以後 就是我們都很希望小孩 是就是能盡能動的 就不要是那種 很畏縮的小女孩 對 所以其實像戶外的活動 我們都很熱衷的 讓他們去參與 比如說這次去青脈 我們也去 大家全家一起去Zip Line 就是那種森林的那種 鋼鎖跳的 鋼鎖的那種 全家 而且我女兒還會 老大他會主動說 媽媽我要第一個 所以就是我覺得日常的養成 他們的那個態度跟那個 很勇敢喔 對 很正向 所以我覺得很棒啊 所以我其實我覺得 我不覺得什麼很畏縮 是因為有一次 就是我也是出去玩 然後那個氣候 其實真的滿冷 就是寒冷的冬天 但是有陽光 是假太陽 然後那個溫度 大概也二十度 然後那個 因為小朋友去飯店 就看到 無邊際的泳池 他好開心喔 然後老公也覺得 好開心 那因為他們就很喜歡游泳 爸爸就說 走 現在換上泳衣 我們一起跳進去 然後我就在旁邊 看到那個救生員 就是一直在暗示說 今天你們是第一組客人 然後那個水溫 真的有一點點涼 你們要不要先試試看 大人先下去試試看 再說 沒有先摸摸看水嗎 其實我摸了 我覺得真的很冷 大概十八二十度的那個水溫 我覺得很冷 然後我老公就說 沒關係 怕什麼 你們平常都有訓練 走 排好隊 然後跟著爸爸往下跳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因為然後老公就說 媽媽你真的這樣子不對喔 你不要成為全家的 就是那種 膽小懦弱小孩會學你 我就說 就是讓他們試試 讓他們試試 我說OK 可是你看一下這溫度真的是 等一下下去會感冒喔 然後我老公就還是很堅持 他就是覺得說 媽媽就是很膽小 我也說 你不要真的只是出一張水 就是做就對了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是就是關心小孩 等一下會有一些後續的狀況 你就不要整趟旅程 就拜在這個地方 後面的幾天都不要玩了 對 好 果然 最後三個人真的跳了 三個人跳了 然後那個救生員在旁邊 就是很緊張的 趕快去倒三杯熱水 你懂嗎 那個救生員很適向 他已經先幫他們跳水的人 先準備好熱水了 然後他說 我說是有人在游嗎 今天他說 這幾天天氣都滿冷 幾乎沒有 你們幾乎沒有 就是三個勇士 對 就是第一組客人 我說難怪那個地下 那個水地板很乾這樣 他說佩服你們的勇氣可佳 然後結果上來沒多久 真的是開始熱水 然後隔天就感冒 對 就是覺得媽媽 就是都沒有瞻前顧後 覺得就是都媽媽的錯這樣 OK 好 不要再活在Paul的陰影下面 我們先來問這個黃老師 黃老師講公道話 Paul的批評有道理嗎 Paul 男人通常是這樣子 一個可以順從她的太太 她就會得寸進尺 我也這麼認同 那可是咪咪是真的糊塗 可是咪咪的糊塗是在於 她沒有訓練這兩個 已經一個五歲 一個七歲的女兒 她沒有享受的權利 但沒有盡責任的義務 為什麼 因為她譬如說 她應該列個清單 那個把孩子 你每次如果要出門 你基本上要自己戴的 那個包包裡面的東西 你必須放好 然後各給他們一張 然後請姐姐幫妹妹的忙 然後妹妹做完 又給姐姐檢查 這樣你將來就可以省掉 再帶他們 你就先專心準備自己 最後去檢查一下 他們到底哪裡有帶 哪裡沒有帶 然後甚至可以說 好 我已經清單個小孩 這基本上他們要出去 你們帶好給爸爸檢查 你要分工作給Paul 反正Paul在那邊閒著 他又不用吹頭髮 又不用戴假髮 你就要負擔一些責任 還有就是說 他就說 你是一個不帶腦袋的媽媽 他這樣子經常在孩子面前 開玩笑的話 孩子就不知道說 他有一些責任是他的 反正都怪媽媽 這一點我是覺得說 Paul 我正式跟你講 你要修正 因為他學歷真的比較好 所以我就 這跟學歷沒有關係 跟個性有關係 他IQ好 我EQ好 所以我們互補 對啦 當然你們是互補啦 但是我是建議啦 不然的話你們孩子 我們很多人都不看好 他們這一隊耶 真的 好像真的是 當年是很多人 都爆料了 我們同在一起上節目 就很多人就不看好他們 可是我說會 因為咪咪個性好 咪咪就是他 而且Paul是要面子的人 你只要給我面子夠 我回來什麼都可以 都好說 所以面子給他 理直都給你嗎 跟你講 這有個好處 現在都獨生女獨生子 有些都是什麼叫做 女兒富養 兒子窮養 這也不對 那你看他孩子 將來他如果也要 女女兒要走上婚姻的路的話 他看到媽媽 媽媽是他仿效的對象 他覺得媽媽好像 這樣也可以 那樣也可以 不是一定要贏 不是一定要掌控一切的 反而也是一個不錯的 那個範例 不過Paul還是要有些界限 有些話 就不要再過了對不對 對啊 不要 整天罵你老婆 不給你女兒看的話 那表示說你的基因 是一部分 對啊 帶腦子一點好不好 先進廣告 男生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